那像台南的中古屋 還在很可以負擔的範圍 你比如說以台南市東區為例的話 它的中古屋可能一瓶大概10到13萬 那這個大概屋齡20年以內 然後而且舊的大樓 它的公設比又比較低 坪數住起來又比較實在 那它的地點又比較四中心區 不會說到必須要為了這個價格 搬到很外圍的地區 那離上班啊 就學的地點啊也都方便 而且學區又好 所以其實年輕人還是有很多的選擇 那最重要就是說 台南的年輕人跟台北年輕人比起來 比較好的一點 就是說台南年輕人透過自己的薪水 自己一點的努力 那不一定要一定要靠爸靠媽 他就可以買得起 像我們台南這個三五百萬的中古屋很多 那五百到八百萬的大樓 全新的也很多 那台北的房價所得比已經到了15倍 我們台南還不到7倍 所以換句話說台南的年輕人啊 他可以比台北少奮鬥一半以上的時間 他大概7年就可以買得起 那再來就是說 譬如說很多人他的價值觀 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那種 有土司有財 年輕人也可以說 我可以租房子 那我日子可以過得好一點 輕鬆一點 所以現在他也可以用租的方式 那我們台南的這個市場 租金也都還蠻便宜的 比如說我們兩房三房 大概一萬多塊 就就有那有的老舊的透天 一棟租下來 八千 一棟 八千 讓他這個空間就很夠用 所以我們台南的市場 就是比較跟台北不一樣 不像台北說 好像政府如果不蓋社會住宅 那這個民眾就要住到什麼 頂樓加蓋啊 違建啊 什麼 然後失火就引發公共安全的問題 燒死很多人 那我們台南其實是 你真真錢 你一個八千塊 一萬多塊的 就可以住到合法的建物 還不用頂樓加蓋 那所以這個台南的這個居住 其實是比台北成本更低 所以因此我們反而要 回過頭來呼籲年輕人 就是說 歡迎北漂的青年 返回台南來居住 謝謝大家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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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